行政院的振兴五倍券即将上路 现在呢院长苏贞昌他也指示了各部会要来加码各部会的部会券 那我们来看去年非常受欢迎的农邮券 这是隶属于农委会的 这一次呢喊出来了至少要两百万张 而且呢这个面额一定跟去年相比会长高跟长胖 目前呢农村的两千七百多个农邮券可以消费的据点 都已经在规划加码 排队人龙挤满秀营柜台 2020年民众筛爆农会超市买好买满 都是要来用农邮券 今年农邮券将会再推出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 我会使用我会使用 因为这等于说常来消费的有点福利 农邮券就譬如讲他多少有补贴我们的作用 我们不用拿那么多钱出去啊 民众小农都很期待农委会再加码 农委会副主委陈田秀表示 今年的农邮券会有所调整 使用农邮券加五倍券 能让消费力长胖长高 虽然确切方案尚未出炉 但额度绝对会比去年高 而且数字相当极力 是否会是八百八十八元 还是一千六百八十八元 陈田秀少说金额暂时保密 过几天会有好答案 使用五倍券 然后一个金额 然后搭证农邮券 就是可能是这个方式在进行 详细当然是要最后疫情 那个政府这边怎么 怎么农委会这边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配合 各大农会早就摩拳擦掌 像是南港区农会 茶叶类特定品牌 使用农邮券可以打八折 另外也会推出一箱箱的组合商品 寄出农邮券促销价 你的情分结合备 你这个地方我听 去年面额250元的农邮券 共发放500万张 民众上网登记 就可以抽中电子券 使用率约达88.2% 带动整体消费至少44亿元以上 根据统计 大约七成使用于超市 旅游约占三成 这一次各部会加码 加一市府也搭配行政院的五倍券 再普发每人现金2000元 利用各种加码 让振兴效益最大化 三一千万里 张雪